还要但应关心台指经营权之争延烧 台指今早公告公司硬件遭到了董事长蒋洪文非法变更 蒋洪文对此回应强调一切合法 他并且发出了声明反击 未来虽然有经营权的这种声音 但是我希望回归在正常的股东会 让这些过去的纠纷消弭于无形 而不是像今年3月13号有特定的人提出的临时股东会 竟然是要撤掉董事长董事的资格 作为台湾职业的董事长 我当然有政见专业的知识 我觉得应该保护所有的投资人 我会采取具体的司法行动来解决目前的困境 台湾董事长蒋洪文下午出席公开场合活动 针对台湾指控非法伪造公司章 触犯伪造文书的罪嫌 蒋洪文回应表示 身为公司的董事长 为了避免台湾公司的硬件遭到不法冒用 委由律师和会计师依法办理硬件变更 过程是一切合法 呼吁外界不要误导 台湾董总两派交手频频 双方屡屡召开记者会 隔空喊话 目前还有待司法单位调查